实际上我现在就三件事在做 一个就是我现在主要是做商业设计 第二个我做教育 有五个博士现在在培养当中 还有一个就是我做当代艺术 今天是会有什么关键词 或者有什么情绪 我都把它形成文字 做一些创意 那么我这个作品主要是非自然的 人创造的符号性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山水人物花鸟 都是具象的 我的作品是非自然的 人创造的 我是独立存在 比如说是顺利的顺 你看 很顺 大家认识顺利的顺 我又把它做成立体的 顺利的都可以摆到桌子上的 在办公桌上的顺 大家写文创品 比如这是我的世界观 叫日月双飞在一笼 你看日月双飞 就太阳和月亮在一个笼子里 我们人相互之间要相互照耀 相互促进 然后共同成长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有这样的世界观 比如这是思想两个字 我所写的思想 跟你过去建造的都不同 对吧 比如说这是造极 登峰造极 造极 就什么是造极呢 这就是我纪念一艺术家 风塔那 它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最早在画布上画了一刀 当时都是两维的 任何在画布上的东西 都架上绘画都是两维的 它拿刀在中间划了一刀 这一刀是一百万美金 现在可能是一千万美金 就是它打破了两维的存在 是变成了带了速度和时间 这就是有当代性 所以我纪念它就写造极 你看这个是由四个喜组成的双喜 你看到这是个双喜发现没有 但这个双喜的底纹是人币符号 人币符号 对它是像喜 但是是四个苦组成的 这个四个苦难的苦 就是悲心交集 悲喜交加 就这个意思 李初同 红一法师李初同在去世的那几天 他最后就写的悲心交集四个字 所以这是一个悲心交集的一个感受 有些人就在我这个基础上进行变 有的又加了音乐 有的又把它变成动画 有人又把它做成了他的头像 我就觉得我参与互动了和我的作品 我的作品是什么 需要猜 就是说它是个文字 但是这个文字要破解 就是松绑了人们审美的兴趣 和他要参与进来进行破解 就是观者和我一起 才能完成这个作品 就是我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忽和硬的关系 他看了 我忽 他硬 他硬了才能够感受到 他的这个说的什么 他的艺术的魅力所在 我真的会这个人 我可能会看了 我可能会有什么 我可能会有点 我可能会有点 感谢观看